我們現在就正式開始 今天的假日科學廣場 非常歡迎大家來到 我們每個禮拜六下午的現場 很開心可以在這個時間跟大家見面 依照慣例先會一下 今天有沒有是新同學可以舉個手 第一次參加的 非常歡迎你們 希望你們今天玩得愉快 好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中央大學物理系人組慶希 我也是在這裡 然後我是這個 加工學廣場活動的主持人 然後也是計畫的這個執行者 今天呢我們邀請到的講師是 許文化老師 主題是親子玩數學 我們之前數學相關的活動 我們有請過大學教授 有請過高中老師 然後有做過很多集合的東西 很多很多看起來好像不可能實現的那種形狀 非常有意思 但是呢 許文化老師他擅長的東西喔 就是你知道 柱老師曾經在假日科學廣場的某一個場次 講過一個比喻喔 就是你要看這個老師他對 他現在從事的這些活動到底有多熱情 可以看一個指標 那指標就是他退休以後他在做什麼 我們請問他老師已經退休10年了 退休10年的情況下 你知道他每一年全神跑透透 那個高鐵票可以累積多少張 可以看 20張喔 20張喔 再乘個5喔 今天數學嘛 講一下正法 超過100張 我剛才是你講100 應該要八角屁吧 累一下 所以說那個許老師真的是退休以後喔 花更多的時間在全國各地做這樣子 數學教育的推廣 精神非常可配 那所以今天老師帶來的東西喔 我剛剛看看這個是物超所值 你知道 你們可以看到財寫 然後 據說今天每一個家庭還可以有禮物可以帶回去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有這麼好 這麼好康的事情 其實要感謝國文會給我們經費補助 也要感謝那個經費不足的部分 中華卡學也願意把它補足 所以今天才有機會在這裡跟大家見面 然後有這麼好品質的活動 所以我們就以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我們的學生 周老師以及現場各位夥伴大家午安 今天下午的活動 我們放輕鬆 當然每天會有比賽 但是原則上 人人有講 應該說家家有講 我今天 因為很難得 有一個機會到這裡 跟大家分享活動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說難不難 說簡單也不簡單 我大概介紹一下我們今天校的活動的東西 我還在上班的時代 政客之外 做了一項比較大家不太有玩的東西 叫做帶學生做科長 現場的小朋友知道科長的舉手 科學展覽比賽 知道嗎 好 科長的比賽有縣市仔 有全國展 那我等一下跟大家玩的都是我帶的學生 參加全國比賽大獎大概前三名的作品 那深的部分非常深 一個作品大概可以玩半年 一個作品大概可以玩半年 會給大家講義 然後會計分 那我們的講義今天很厚 有三十頁 好 不是叫你三十頁全部做完 我們會跳著做 我的理想是 給大家玩的 現場做一些東西 那麼如果可以的話 你回去 再做延伸性的活動 我到目前的紀錄 在全國的科展 國小國東高中 拿過二十六件 全國前三名大獎 這個大概算是還不錯的紀錄 那 所以有一天如果你的孩子 今天現場聽到的 最後可能看前寫 如果有你那個家的孩子 在這方面有興趣 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可能可以稍微跟你討論一下 因為 因為現在我 退休以後就比較自由 好 來 我們現在講義發了沒 一家舉一隻手 一家 一個家庭舉一隻手 來 我們發個獎益 一家舉一隻手 我們那個獎益 一家給一份就可以了 好 請以家庭為單位 一個家庭 我們發一份獎益 好 然後呢 請大家直接翻到第五頁 好 一個家庭呢 一個人拿筆就可以了 來 我們來看看我們要做什麼呢 好 來 都拿到了嗎 第五頁 來 第五頁有兩個表格 你可以看這種一個螢幕 看這種一個螢幕 看到嗎 好 來 這個地方呢 畫一個雞蛋 可以嗎 不必畫得很漂亮 這個雞蛋 你沒有關係 你自己看得懂就好了 好了嗎 好 好 然後畫一個三角形 好 這個雞蛋這裡呢 打一個點 三角形 寫一個一 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我們螢幕上有 我直接寫 然後你就直接看到了 好 再來 我們一個 這個長方形 好 寫一個二 好 有一個呢 T形 T形 好 寫一個二 好 然後畫一個這個 有一點像十字架 但是不完全是 好 這個呢 寫一個四 然後畫一個圓形 好 寫一個五 畫一個長方形 正方形 然後來寫一個五 好 畫一個星星 比較難畫 不是那個動物園那個星星 是天上那個星星 好 如果你畫這個畫得不好 你就畫這樣也可以 沒關係 你自己看得懂就好了 寫一個七 好 寫好了嗎 到這裡等你一下 看到 我們這裡的設備很不錯 你應該都看得到對不對 假使我現在寫的這個畫面 你看不到 表示你有近視回家 趕快去配眼鏡 OK嗎 可以嗎 這應該看得清楚吧 可以 來 現在你看一下圓形 一個點 對不對 三角形 一 一是什麼意思 等一下你做出三角形 得一分 你如果做出長方形 得兩分 這個呢 得兩分 這個呢 得四分 這個得五分 這個得五分 這個得七分 然後呢 你家是可以合作的 你家可以合作的 比如說 爸爸呢 我們這家的爸爸比較厲害 所以他就要做星星 對不對 星星做成功了 就得七分 然後呢 這個 另外一個家呢 是小孩子做得比較厲害 就是訓練你的空間能力 數學裡面有一個能力 叫做空間能力 然後呢 有一個家庭他決定 小孩子呢 做這個他就得七分 好 那 滿分幾分 誰的心善比較快 學過心善的 舉手 幾分 滿分幾分 沒有分幾分 26 所以如果你全部做完是得幾分 不可以重複得分 不要說爸爸得了七分 然後小孩子又得了七分 不可以 你們是只能夠合作 比如說 有的人做這個 有的人做這個 這個都可以 好 可以嗎 這樣 沒有問題 那這個遊戲呢 家裡來的比較多人 是不是比較占便宜 對嗎 那沒有辦法 我們鼓勵你全家來 好 現在請 那個 我們的大哥哥們 發 那個 等一下 等一下 來 介紹一下怎麼玩 來 來 等一下他給你一張圖卡 然後呢 你做不出來不要怪我 這是我的學生設計的 就是我講的 當年這個孩子呢 玩的這個東西呢 科學展覽全國第一名的一個作品 小學三天級的學生 當年他這個呢 做了這個去參加比賽 全國第一 好 這個遊戲我介紹一下 這是他做的卡裡面 算簡單的一個 有很難的 等一下他給你一個更難的 你拿到這個圖卡以後呢 或者現在這裡有三條線 好 這個正常不要懷疑 不要說老師我的這個卡片壞了 不是壞了 只有本來就有三條線 然後你拿到要把這個虛線折一下 把這個虛線折一下 把這個虛線折一下 好 然後呢 這個折一下 好 那這個折一下 我們要成熟喔 折完以後呢 還沒開始 因為我們要計時的 我們要計時的 折完以後呢 你就再把它攤開 你可以用眼睛偷看 不可以用手去拼喔 用眼睛偷看 看看誰要誰跟誰組合 好 那這個虛線折完以後呢 我們來看看 我們要玩一個什麼樣的遊戲 好 我們的這個紀錄表裡面 這裡是不是一個圓點 為什麼是圓點 為什麼 這個圓點就表示得零分 我們不好意思寫零 所以打了一個圓點嘛 為什麼這裡寫零 因為這個太簡單 這個是我做給大家看 最簡單的我做 而且要難的誰做 大家做嘛 這樣大家才會進步嘛 來 那現在看我做這個雞蛋 來 我想要做這個雞蛋 大概是這樣 我把它翻過來 然後呢 把它這樣對折 然後呢 我再把它對折 對折 雞蛋出來了嘛 可以嗎 每一個畫面上一定是四片 這樣要一個小正方形 叫做一片 兩片 三片 四片 然後一定有一個封閉的 起合圖形 好 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這個遊戲是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呢 你可能會玩到很奇怪 這個 有人玩這樣子 嗯 這樣 那各位老師老師好了 這個答案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圖卡 一定要能夠壓扁 這個壓扁的結果會變怎樣 對吧 或者是你壓扁成這樣 對吧 都沒有成功嘛 所以這個你就要想辦法把它來塞到後面 要能夠壓扁 可以嗎 好 這個遊戲就是這樣玩 我們現在畫卡片給大家 每一個人可以拿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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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我們今天的材料為大家準備整首一份 那米家最後呢 我希望米家大概有一份吧 可以的話你再去推廣 這樣我們的科學教育中心推廣的東西 就可以了一 OK 來 還不可以開始 還不可以開始 所以你現在可能得西線 西線走完以後你可以偷 用眼睛偷拼 不可以用手偷拼 我們大哥哥在丁 如果有偷拼我會扣分 別則讓我們今天都不扣分 鼓勵你盡量加分 好 嗯 你現在十二碗西線的人呢 就請你呢 開始 開始呢 去思考一下誰跟誰配 這一張簡單 這一張為什麼簡單 它上面有數字對不對 把數字一樣的配在一起就好了 那大家會覺得對我們好玩 等一下就知道了 先讓你嘗嘗填頭 了解嗎 等一下會有一張很難的 好 好 細線摺好了嗎 欸欸 細線摺一下齁 細線摺好了 我們就要開始囉 你的答案呢 做出來要拿高 來 像這個答案你做出來要擠高 接受日證 欸 我們兩個都已經在看你有沒有做成功 這樣 好 來 現在這個就是答案 如果你做成功就是擠高 就對了 好可以了嗎 好來 現在呢 好我們請開始 我來計時了齁 我們大概有四分鐘可以挑戰 好 來 那每一個人你家裡可以分配誰做什麼 誰做什麼齁 好 嗯 分配一下齁 分配一下齁 好來可以 來對 來 對的地方你就打勾就得分了 在你的那個獎頂上打勾 好 一定要舉手給我看齁 對可以來得分 對可以來得分 畫面上一定只有剩下十塊齁 對 對 對 可以來得分 得分就打勾 表示你那個會是得到齁 對 沒有時間出價都沒有 對 可以來 可以給大哥哥看齁 來 警告你的答案 對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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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好 這個可以來得分 好 得分 好 可以來 來 對 對 來 得分 來 警告你的答案不是警告你的手 那個十字叫得分 來 這個得分 來 這個三角形得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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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得分 得分 好 得分 我們剩下十秒鐘 可以來得分 要 要 封閉 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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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時間到 來 好 遊戲結束 來 來 問一下有沒有人手 好 16分 哪一个家庭 很厉害 好 没关系 现在看老师这里来 刚才这里 因为我们的时间很宝贵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今天准备给大家玩的东西 我在台北的科学教室 台北有很多叫做科学教室 外面已经尖开了 小朋友去上一次课 五百起跳 所以你们今天赚很大 今天你们赚很大 台北的人有很多科学教室 大概上一堂做九十分钟五百起跳 那 这样的活动我们就大概要上一天半 一个半小时 今天的课我准备给大家 这样的课可以上到六小时 所以我们把握时间 刚才给大家没有抖满坤 没有关系 知道怎么玩的 这一张送你回家玩 可以吗 先来看这里 这里有人得二十六分 再问一下 有没有人得到二十分 家族 家族 没有 今天的得分到了六十分 的家庭 先选一份礼物 然后他有机会在选第二份礼物 是要得到了一百二十分 所以 你只要在这个之间 超越了它 就换你得一份 来 现在看这里 看这里 来我们看 第五页的下面 再拿一支笔 再拿一支笔 好 好 来 这里我们写一下 再画一下笔 来 正方形 好了吗 正方形 好 好 这个 六分 你就应该知道 一开始就有一点怎样 对对对 你要有这个直觉 这个叫做数学感度的一部分 你不要看到六分 傻傻的说 一点很简单 没有 好 再来 行行四边行 六分 三角形 好 八分 长方形 十分 好 平行四边行 好 十四 好 圆形 十八 好 你就知道这里会怎样 啊 开始有点痛苦了 对吧 好 来 帮你一点点忙 注意看 这个画好了没 画好了没 好 好 可以吗 画好了没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先看这一张 来 困难在哪里 困难在哪里 第一个 有没有数目字 没有 好 这里面最容易辨认的 刚好叫做圆形 对吧 可是圆形最难 好 这里面圆形很容易辨认 在这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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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还有一个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个叫做圆形 有没有难度 有 好 再来 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正方形很容易辨认 对不对 正方形在哪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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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个比较简单 简单 你看它的机有关系 这个 现在就说 再来 三角形 三角形 这里 这里 你要去感觉 三角形 切成四块 大概变成怎样 这里 这里 好 这里 这里 好 再来 平行四边行 来 这两块连在一起 加上这一块 你看一下这一块 来 假使你想把这一块拼 跟它拼 有没有可能 来 这一块跟它拼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看一下那个相对位置 这两个 加上这一个 好 这个叫做平行四边行 长方形很容易辨认 长方形 特色是边长 跟正方形的差别在哪里 这个数学上将来会加碼 来 这里 好 来 这里 这里 好 最后 这两个卡里面 没有人要的就是平行 就是 等腰梯行 来 在这里 这里 这里 这一块 这一块没有人要 记得嘛 这是三角形的 好 这里有三块没有人要 是哪三块 这一块 对不对 哪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 你想办法把这四块拼起来 这四块拼起来 就是 一个等腰梯行 请注意要等腰 等一下一天会有人做出这个解答 这个 不得分 这不是我规定的 这是我的徒弟 就是我那个小朋友 设计完以后规定的 不是我规定的 所以 这样很简单 这样很难 不要怪我 因为不是我设计的 我只不过是他的指导老师而已 好 来 现在我们花卡片给大家 一样 折续线 折完以后你可以偷看 不可以都可以 来 请开始 还没计时 还没计时 好 来 拿到了同学 拿到小朋友 赶快折续线 赶快折续线 来 续线 赶快先折 赶快折续线 好 赶快折续线 好 好 这 有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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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吸線折好了嗎? 還沒的幾首?還沒的 好,吸線差不多了,對不對? 我們一樣四分鐘,OK嗎? 好,請開始 喔,你有一點偷考耶 來,可以 因為現在大家主意玩都是最簡單的 你可以四分鐘直接挑戰一個圓形試試看 如果你覺得可以玩大一點的溫室,就直接玩平圓形挑戰看看 好,來 人家自己打夠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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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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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我自己都觉得很难 所以不给大家玩 但是我那个徒弟 在这个部分 他做的研究过程中 有很多心得 你的图卡丁 谢谢 表演一个给你看 你回家去看看 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我那个徒弟去参加 全国科展比赛的时候 那个评审 那个评审听说 问不倒他 这个问不倒他 有一个评审就 就拿了这张图卡 跟他说同学 你这个图卡回去研究过 这里面的原型最难 请你评给我看 我那个徒弟 大概不想得奖 因为如果你想要得奖 一定会讨好评审 就告诉他怎么走 就容易得奖了 对不对 这个同学把这个图卡拿来 跟那个老师说 跟那个教授说 老师你确定你要原型吗 那个教授说 对 我回去有研究后 原型最难 结果我这个学生 做了什么事 没有评审 拿到背 老师你要的原型就给你了 这个教授很受伤 你也不用受伤 因为这种人你要知道他 很愿意投入去做这个研究 花了多少时间 这是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最期待有一天你的孩子 不管做什么都好 对数学又有兴趣 深深的去挖 对面包做面包有兴趣 深深的去挖 下一个无保存就出来了 OK 希望今天你学到的坚持是这样 不要受到伤害 OK 这个结束 来 下一个 好 这个我讲一下 我希望每一个来的爸爸妈妈 你把这个拼进去 这个回家功课 回家功课 我们下次请朱老师检查 回家功课有做的 我们另外给你讲 来看这里 来各种做 各种做来 这个我们不比赛 不比赛 来我们跟我做 我的 有数字那一张卡 来 有数字的卡给我一张 我的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一时三个找不到 来 现在大家跟我做 这个我会留给你们回家去挑战 好 我们回合拿第一张卡 第一张卡拿出来 好 好 这里呢 在讲义的第六月到 第几月呢 好 第六月一直到第九页 这个请你们回家呢 亲子一起玩 亲子一起玩 来 四五六 看到吗 七八九等等 一直到三十二 来 看这里 好 我们把这个 来 来 来 现在各种做 你就看着我做一样画 葫芦一下 来 来 第一个我把它对折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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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对折 你可以眼睛看着我的图卡 好 来 我折成这样会不会 会不会 你看跟我一样就对了 可以吗 可以吗 来 我再从中间把它对折 从中间这里有一条线把它对折 现在变这样 对不对 我再把它对折 这个图我们很熟 对不对 对吧 走不走 走来 请你拿讲义 一样画葫芦把它画起来 这个叫做是 为什么叫做是 一加一加一加一 是吗 好 好 来 一加一加一加一 是吗 好 如果老师说 不可以做这个是 做另外一个是 有没有办法 我以前一直觉得没有办法 结果有一天 在台北科学馆的演讲 在台北科学馆的演讲 一个小朋友第一次我看到他做出不同的事 是一个幼稚园大班的 我在解说说这样子一定要四片在一起 加起来是是吗 那个小朋友幼稚园大班的告诉我说 老师我有不同的事 我在想说 这个同学一定想错了 我在想说他一定是想成这样 一加一加二嘛 是吗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是 对 我以为他是这样 这是不符合我们的 的那个要求嘛 我正想请他呢 拿来投影给大家看 顺便告诉他 告诉大家 这个答案叫做不对 因为切一角嘛 对不对 结果他一拿上来 我傻眼了 果然有第二种事 是长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 小朋友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 先请你放开你的头脑 尽量去想 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好 可以吗 好 现在呢 我来做一个五来跟我做 好 还是做到这里 做到这里 可以吗 来哦 五哦 这个拉高 这个压下去 走过来 五嘛 好 五 有没有看到五 好 一加一加一加 这样 这样 有没有五 有吗 好 那这个老师规定你 不可以做个人一样 可以吗 来 来 拉高来 不一样哦 这两个解答不一样 仔细看 这两个解答不一样 来 你那样不是五啊 你那样是六 好 这是五嘛 好 现在请你做一个六 来 来 请你做一个六 但是多少 我看看 你有一个角我看不到 对 来 来 这个挺厉害 你看这个是六 这样有没有六 你一定会跟我说 这个三倒过来 请问这个三倒过来 是不是三 还是三啊 他这个答案比我难 来 我做给你一个看 这个是六 对吧 诶 我的六更简单 好 我的这个六更简单 对吧 都可以 这样都可以 好 那我请大家回去 每一个地方找一个解答 从四到三十 都可以找到解答 好 请你呢 回家挑战看看 好 ok吗 好 这个地方如果做的不过瘾 还有 来 拍头 这个 请问讲义第十页 好 第十页呢 我们请你呢 找到比较多的不同的解答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来出一个题目 出一个题目 好 十一 四个位置加起来等于十一 四个位置加起来等于十一 但是解答一定有很多不同 越多种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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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回家做做看 比如说十一呢 你找到一个解答 简单 能不能找到两个解答不一样 三个解答不一样 四个解答不一样 五个解答等等 你看看十一 你们全家努力一下 看可以找到几个解答 然后呢 这个解答大家完了 已经差不多了 爸爸或是妈妈 或是指骰子都可以 再指一下骰子 现在我们全家 一起来挑战十七 看看有多少个解答 回家挑战看看 大概在十一到二十一之间 解答数都非常多 这个是一个可以挑战的问题 回家做做看 好 这个阶段我们要结束了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中间我准备给大家休息五分钟 就好可以吗 好不好 可以 来 所以这两张 带回家做纪念 老师刚才有讲一句话 你们每一家有的人来 是不是有三套 有四套 对不对 自己家里保留一两套 如果有机会 你的邻居等等 给他们玩一下 好不好 让这个推广 更多的人去玩 OK 好 来 这两张收起来 带回家做纪念 现在我们要玩下一个游戏 我们下一个游戏玩完 你要休息一下 到现在有没有人 那个得到六十分的 有没有 那一家 你们得到几分了 那是第六组 第六组 第六组 几分 总分 总分 八十 八十 有吗 有吗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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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应该开始领奖 这里二十六嘛 对不对 这里 这里总分多少 四十 这里总分多少 六十二 六十 六十 他们家 这里这一个地方六十二 是不是 三角形也做出来 好 那你们现在已经超过八十分 八十八 只有三角形 只有三角形没有做出来 所以我今天就介绍一下 今天要给大家的礼物 大概介绍一下 你可以得 你等一下自己决定来挑 好 我今天准备了一些礼物 嗯 第一个先讲这个 这个是叫做骨牌 我们等一下玩骨牌 大家等一下带回家 都是十几块的骨牌 叫做纸版的 那是我的理想 我希望 因为这个Dominion骨牌 台湾不太容易买到 你有一天到香港啊 美国去买的时候 还能可以买到 像我收藏一套超级好的 台币一千多块 在哪里买的 香港的玩具环头城 那这个等一下我再讲 那我们今天这个有准备三套 这个 这个三套 是叫做豪华版的 我们等一下玩的 叫做阳春版的 就是十几块钱一套的 每一个家庭都有的 这个是有三个 我今天带了三个 然后呢 有一个痛苦的玩具 我今天带给的玩具 都有一点痛苦 只要是你不一定 动脑筋的人 就会觉得很痛苦 这个叫做吉和摩尔斯 玩过七奖版吗 这个不是七奖版 这个叫做四奖版 只有四块 这个台湾做的有专利 定降一百八 我没有买到那么贵 诚实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现在台湾正版的 通通在我手上 因为这一个人呢 申请专利 然后做了成品 他会申请专利 但是不会行销 所以赔了大概几十万 最后这些流落到高雄 我比较低的价格 把它买回来 全部现在这个正版的 通通在我手上 外面可能我流量少量 其他正版的都在我手上 如果你要买黄帽瓶的 到哪里去买台北市 有一个科学教育馆 有没有 有个广告评 我说是正版的 这个我今天准备了三四份 然后这个也大概有三四份 然后呢 你如果你的孩子 对读书有兴趣的 这本书刚出来不错 这本书定价是两百六 你可以选择 而且这本书还有加持 我特别请指导 这个写书的教授签名 所以这个有两本 来 这个 你孩子对数学有兴趣 可以看一看 好 还有一个 这个也是这个教授写的 这是 有一个推展数学教育 很认真的 这个呢 如果你拿这本 这个定价更多 这个定价三百多 而且呢 现在买不到 因为出版这本书的厂商 已经快倒了 因为数学的东西 有时候很难赚钱 那这个呢 也是一样 我有请到签名 那这个呢 我有一个名字 这两本 我都有一个名字 但是我比较小咖 不是大咖 所以我的名字 写在后面 如果你等一下 要找我签名也可以 好 来 在这里 我在这里 好 那这个是有操作手册 包括这个手册这样一套 再来 有这个叫做六子连方 知道这个东西吗 这是中 孔明 有的人叫做孔明 是中国 智慧绝经 这个 如果你孩子将来 男生有机会上建宗 建宗有一个房子 叫做红楼 有没有 他的那个梁柱的结构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梁嘛 这个叫做梁 这个叫做柱 全部用那个 那个卡榫 不必钉子 地震来了 几乎不太需要怕 因为那非常的坚固 这个游戏通常是 找到其中某一根 找到其中某一根 把它拆开 然后就可以 开始打开了 对不对 但是请注意 等一下你拿到以后 要拆开之前 请慎重考虑 拆 简单 组合 很难 如果你等一下现场拆了 没有拙完 不可以回去 好 好 这一种是 叫做正宏版 然后呢 如果你今天对这个 没有把握 准备了这个 叫做阳春版 几根 三根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痛苦 你就拿这个 可是连这个都不好听 我告诉你 这个都不好听 这是三根 这个九根 然后呢 有一个 你如果不怕痛苦的人 这个是十二根的 这个叫做超南版 超南版 然后这个呢 是九根的 这个没有这个难 那问题 为什么我会推崇这个 所有的六指连方 都是抽一根 就散了 对不对 这个呢 你回家抽抽看 抽哪一根都抽不出来 然后你验抽会断掉 好 那这个呢 它是很有创意的改变 密捷在那里 不告诉你 有兴趣的回家去挑战 我们留一点思考空间 好 最后介绍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是数学 但是我觉得 值得跟大家介绍 可能有的人 曾经玩过 对对对 希望今天你拿到 好不好 你们老师有今天 希望你拿到 这个是一个物理的东西 你如果拿到这个 可以当传家少 传家五十年 不会换 因为它没有电池 它呢 是你要陪它玩 然后你给它能量 它没有电池 也不差电 所以最多会玩到怎样 玩到生锈 生锈的时候很简单 你去买一个 八块钱的沙子 有没有 把它再磨一磨 可以继续用 如果觉得还不过眼 就把它再涂颜色一下 你可以玩五十年 不会换 有没有人今天生日 有的话 我赶快去车里面 在哪一个 那一个 薛老师我们这里有 我们这里有 你这里有 有没有人生日 没有 各位太客气了 你如果说你今天生日 我也不会去查 你的身份证 这个呢 如果有生日 送你一个 这个呢 它是开动以后 就让它转动 然后你想办法 让六个转 然后转到会的时候 现在没有六个转 你可以想办法 再把它救活 然后基本练功法在这里 好 那个 这上面有那个 你回家去练功 这个呢 我今天准备了 应该是四份 好 那有一家已经到 还有一个 这个东西看过吗 这是很多人把它叫做变魔术 其实这个是科学啦 不算魔术 当然也可以 不算魔术啦 玩过吧 好 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比较大 比较痛苦 有一种比较小的 对不对 没有那么痛苦 这个比较大 来我把这个 这样子拿着 手换开会怎样 我有啊 挂在上面 当然会掉到第三个台而已嘛 所以他可以赶他掉住 因为我有啊 好 来来来 你来表演一下 要他不会 我爸才不会 你爸爸会 来来来 我给他掌声 来 他一次就他成功 我家送一个礼物 来 这样嘛 好 来 你不用解说 你就表演给大家看就好了 现在要把它挂住嘛 对 不错啦 好 我们给他掌声 好 这个棒啊 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要给他最痛苦的 好 好 好 那 那个 那个第一个成功的家族 来 你们要挑什么 决定一下 好 好 决定一下 快点 来 来 同学告诉我 你要挑什么 来 这边 来 这个 来 这边 你要挑什么 来 挑一个 好 我们有没有给他掌声 有 好 十秒钟那边 好不好 来 十 好 这个 好 好 来 好 我可以替他问一个问题吗 是 因为如果我是他 我心里想要的是另外一个礼物 可是学老师不想要还用力再收头帝 对 对 如果有这个机会你想想他收头帝 你现在多大 你看他点头 你看他点头 那我们可以读他的 那个 待会活动结束以后 记得要跟老师合照 好 谢谢你 好 好 我们 不容易一下 就是要这么高分 下一关他们是100 对不对 我们在100 之前我们其他家把他开掉好不好 好 你把他开掉 来 现在我们来玩第二个游戏 好 好 谢谢 来 看讲义的 第 我们这个地方 我讲完游戏规则以后 我们顺便休息一下 第几页 来 第 这里 这里 十奥页 有没有 十奥页 看到吗 这里 检验你的细心 等一下 如果做错的 不知不觉 做错的 要扣分 今天唯一会被扣分的 就是这里 这个游戏是检验大家的细心 来 那个 刚才那个爸爸来 来 你给我一个 你心中的幸运数字 一到十 给一个数字来 八 来 四个角落 我们大家一起做 你要哪一个角落 四个角落 你要哪一个角落 这个好不好 八是不是 来 八 八 好 八 来 大家写 大家写 带十奥页 大家写 好 八写好了没 写了没 写了 来 好 你们得奖了来 给我一个数字 数以内 二 二 写在哪里 这 这个 好 是吧 嗯 来 你干嘛 我们给一个 四 写在哪里 这里 好 四 最后一个 来 你给一个 你 你 对 你 来 三 写在这里 好 来我们来看看这一集 那个 运气好不好 来我们大家拿第一集算一下 这个应该一年级 小学一年级就会了 来 八减三 多少 写在中间 来大家写 八减二多少 五 写在这里 好 四减二 二 四减三 一 好 写好了对不对 好我们继续减 来 六减五多少 一 一 就是写在中间 六减二多少 四 二减一多少 一 然后呢 五减一多少 四 好 快死了 来看一下 四减一多少 三 四减一 三 四减一 三 四减一 三 死掉了 好 来请看这一圈 是不是通通是三 请问再减下去会是什么 零零零零 对不对 好 最后一圈 一定是四个 不是零的整数 可能三三三三 可能呢 二二二二 可能一一一一 这样就结束游戏了 结束游戏以后 我们要来看看 这一个 这一个数字呢 的命运如何 几岁 几岁就死了 来 这样是不是有一个正方形 一岁 然后呢 这是一个正方形 两岁 这是一个正方形 三岁 这个是不是就死了 死了也算啦 四岁 所以这个就死了 了解吗 印记好不好 不好 不好 来 现在呢 这是刚才大家给的数字 我不谈心 我写一个很简单的数字 请大家帮我做做看几岁 叫做一二三四 哎呦 有人会说这个两岁就死了 你做做看看 看看会几岁 每一个人做做看看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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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岁 计算错误应该扣分 计算错误应该扣分 不过这一题是肉身 所以不扣分 来 重座一次 看看几岁 按一次 诶,没有人敢告诉我几岁了,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计算呢,几岁,四岁,扩分,几岁,五岁,棒,答对了,来,我们一起来试试看,这是五岁哦,五岁哦,来看一下, 这个是四岁,这个呢,太小看了,然后五岁,比他还多,来,做给你看,后减一多少,三减一,三减一,错,三减一,四减三,四点一,好,三减一,一减一,一减一,三减一,结束了吗,没有,为什么,还没有啊, 四个都要整一样的啊,来,二减零,零减零,二减零,什么零,二减零,二减零,二减零,好,还没有啊,二减零,二减零,二减零,是不是刚好用完,结束游戏,几岁,五岁,五岁,好, 现在我们要挑战的问题是,你最小用一,最小用一,最大用十,我们刚才是不是这样,最小用一,最大用十,随便你去乱试,只要试到一题,只要试到一题,每一个家族里面,你,只要你受到六岁的,可以得五分,你可以得一个五分, 了解吗,然后你如果能够做到七岁的,得十分,能够做到八岁的,得二十分,好,这样是五岁,六岁的时候自己画,了解吗,七岁的时候自己画,八岁的时候自己画, 没关系,幼稚人大班的,你可以来跟我拿这个,不用你画,这个到七岁,好,一年纪也可以来跟我拿,好,我们游戏规则懂了吗,随便你试哦,你可以把这一本全部试完,你可以把这一本全部试完,好了,这样好了,我们每一家画五张,来,放红画,每一家画五张,起一只手,每一家画五张, 好,好,我想我们时间宝贵,所以,现在看我们的钟,来看我们的钟,我们到三点五分,休息,顺便做柜音笔,好不好,三点五分,我们再来看那个资料,好,谢谢大家,我们到三点五分,OK 好,这个,各位朋友,我们以前的钟为主,三点五分的时候,一定要回来这里,因为很精彩,那小朋友举手的是什么,有什么问题,你做出来的吗,几岁?没有啦,他很怕他没有拿到东西,赶快去吧,有啦有啦,我相信一定够啦,我相信一定够,等一下三点五分的时候,各家可以拿一个六岁的,跟一个七岁的,所以,如果你, 如果你可以拿一個六色一個七色一個八歲的三個 你就得到多少那麼三十五分 了解嗎? 二十十五嘛 最多你可以拿到三個答案 蛤? 最多到十 一到十 一到十就可以做到八歲 如果一到二十可以更多歲我等一下會說明 來我們休息順便玩這一題 好 是不是可以重複嗎? 有沒有好處? 怎樣? 可以重複 你可以一開始寫四四四 有沒有重複? 有幾歲? 一歲啦 怎麼零歲 四四四四就死了吧 一歲嘛 好我們時間到了 來問一下 你的家族有做到八歲的舉手? 沒有 八歲二十分沒有得到 對不對? 七歲的舉手 沒有 沒有錯 好 七歲的呢 七歲的你可以得幾分? 十分吧 等一下你把這個簽名 簽一個名字 交給大哥哥檢查 我們剛才就有跟大哥哥講的 大哥哥會抓你的錯 如果他抓到的錯業的時候等一下他得獎 好 所以你的計算不能有錯 好 七歲的舉手 七歲的舉手 你就可以 等一下給大哥哥檢查 對了就得十歲 六歲的 你的家族可以有一個七歲 有一個六歲的 六歲的舉手 你也簽個名 給大哥哥檢查 這一段我們就這樣 來 現在看這裡 現在看這裡 我來抽一個 我來抽一個玩一下 好 我們要抓你的 來 你的七歲的告訴我們 來 那個大哥哥來 你告訴我他的七歲的 我們把那個切換一下 左上十座 然後右上七 十 七 左下三 三 右下五 這個單 應該是電腦 是不是 陳婦你切電腦 十七三 十七三 多少 十七三 五 五啊 可以拿過來 直接給我 沒關係 可以 你先算 你也不能算錯 你算錯會扣你的分喔 沒有辦法切過來嗎 那一接頭有沒有聳掉 他會不會帶雞 不會 這個是會一直 因為他這裡現在 那個雷射點有出來 我知道 來 可以了 來 好可以 來 現在看這裡 我們全 我們大家一起來抓他這個 看看對不對 來 十點七 三 七點三 四 五點三 二 十點五 五 兩歲了 五點三 四點三 四點 五點 三 三 三 二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三 一 二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十七 五 十七 那個 朱老師是要扣你的心 來我們再來做一次看看 十點七 七 五 五 五 三 十點三 七 七 四 我也要小心一點等一下朱老師扣我的心 三 三 一 二 二 七 五 五 四 三 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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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一 五 一 然後呢 三 三 對不對 五 二 這個多一歲嘛對不對 果然對啦 七歲啦 好 恭喜你就直接得十分了 我已經替你認證完了 好 那這個遊戲呢 今天爸爸媽媽有來的 欸 我留一個獎品 留一個獎品 來 回家呢 你一開始給孩子做的數字不要太大 我一直在推展一個數學遊戲的概念 前半段叫做普渡眾生 還跟眾教沒有關 普渡眾學生 希望所有的人不要嚇壞了 所以呢 一開始你就用這麼簡單的 一到十大家都會做對不對 好 然後你做的大概有一點累了 就開始擴大為一到二十 了解嗎 好 一到二十呢 那個機會命中的就是更大的 然後呢 最後呢 我希望你給你的小孩做一到五十 一到五十 讓他的計算的東西淡大一點 好 一到五十呢 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一到五十呢 最高 這個 這一個數是七歲 一到五十最高呢 可以做到十三歲 請注意 七歲到十三歲 是一個非常遙遠的里程 好 來 有人回家 做到十三歲 想辦法跟中大聯絡 我們送一個 等一下我留下一本書好了好不好 書你不喜歡對不對 我真的要講到書大家不喜歡 留一個 等一下呢 留一個那個 你們那個PT環喜歡嗎 PT環 那個轉的那個 第一名拿走那個東西 好 我們第一個送來十三歲的呢 就送一個PT環好不好 可以 好 這個是開放一個解答 這個東西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東西 在十八年前左右 在中國時報登過這個遊戲 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 後來台北市市試驗室小之幼班的學生 用這個做科展全國第一名 他們做到全國第一名的時候 還做到九歲而已 一到五十做到九歲而已 但是他們從別的地方切入 就科展全國第一 後來有國中高中 都用這個主題拿來做科展 都沒有做得很好 都做到全國加速左右 到三年前 三年前 終於有幾個學生 做比較 做比較好的東西 科展全國有得獎 那 確定十三 一到五十最高可以做到十三歲 答案呢 就要兩群 兩群的意思是兩群 每一群有六個解答 一個媽媽帶六個孩子 五個孩子就對了 兩個解答 所以總共有十二個解答 所以如果有誰 回家運氣好到 碰到十三歲了 我們就送你一個霹靂環 OK嗎 OK 好 這個留給大家回家去挑戰 因為我們今天濃縮遊戲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玩一個 比較輕鬆的 這個遊戲呢 因為是希望你親自玩 所以呢 輸贏沒關係 第一階段輸贏沒關係 叫做多明諾苦牌 好 這個呢 就是剛才我講的 我們等一下會花材料給你 你現在先注意點一下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好 那我先講一下這個遊戲呢 這個東西的長相很像一種賭具 叫做天酒牌 如果你看很老的電影 就會看到裡面 有很像這個的東西 它叫做天酒牌 是賭具 我們今天這個叫做 多明諾苦牌 沒有人把它當賭具 在外國的小學 數學課本 有的還有 這個叫做多明諾苦牌 那我剛才有講的天酒牌 在比較古老的 的影片裡面 你可以看到 這兩個的最大差別 告訴你一下 為什麼我跟你這樣子講呢 有一天你們家去逛夜市 然後在夜市呢 就看到有人在賣那個 那個骨牌 哇好高興我就買回去 結果發現到 不是骨牌 是天酒牌 它的外型幾乎長得一樣 最大的差別是 骨牌呢 一套呢 18張 18張 而且呢 它的點數你從中間切割 像這一張從中間切開來 叫做01 這邊沒有東西叫做0 01 這一張叫做00 最小的一端切開 最小一端是0 最大是多少 是6 來像這一張叫做66 對 這一張叫做什麼 16 這樣 沒有兩張長得一樣 這裡面你檢查 沒有真的兩張長得一樣 這個是骨牌 如果你很多夜市看到的 百分之九十都是天酒牌 它會比如說這一張有三張 這一張沒有 這一張可能有五張 這一張沒有之類的 你很好變成這樣 假設你有一天在夜市居然可以看到 有人賣這個骨牌 一套一百塊以下你都值得買 一套一百塊以下你都值得買 因為不容易買到 可以嗎 我大部分看到的都是做出口 台灣很少那個留下來 好 那現在呢 我跟大家介紹一個遊戲 我先講完 然後每一個家會先送你一套 你們等一下就全家一起玩一下 這個遊戲我只玩五分鐘 不管輸眼五分鐘玩 以後我們要升高難度 第一階段比較簡單 純粹當親子活動 來請看一下 我們要玩這二十八張牌 我們要玩一個骨牌的接融 如果你們是三個人玩 每一個人分到九張 會剩下一張 如果是四個人玩 每一個人會剛好用七張 就全部分完 那等一下你們在玩的時候 說是把它要蓋過來 蓋過來洗牌 每一個人得到七張 知道嗎 蓋過來洗牌 那我現在為什麼不蓋 因為我要教你 所以我現在全部把它蓋開 可以嗎 那這個遊戲呢 有一點像布克牌基隆 但是它也有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每一個人一開始拿七張 好 好像有一張跑走了 好 沒關係 大概知道一下 對對對 好 來 每一個人分到七張 正正在玩的時候 你的牌會不會被別人看到 不會 理論上是不會 但是等一下會 為什麼你知道嗎 等一下你拿的時候手 不太會拿 就掉下去就被別人看到了 所以說 如果你有這一種比較好 這一種就可以把它稍微立起來 因為它比較有厚度 但是這個既然是親子遊戲 偷看到別人的牌 也沒什麼關係 好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分好的牌 那這個遊戲很 它有遊戲非常簡潔 不用猜拳 決定誰先後 有兩頭六頭先出 所以這個人就先出牌 每一次輪到你的時候 你的牌會少一張 七張變六張 因為你出了一張 對不對 然後這個人接牌 從這一張來 這個人逆時鐘輪流 第一個是兩頭六出牌 第二個是逆時鐘輪流 所以現在他出完了 就輪到他出 逆時鐘 如果你時鐘怎麼繞的 忘掉了 趕快抬頭看一下 因為現在很多人用的是電子錶 根本不知道 時鐘怎麼繞的 可以嗎 好 逆時鐘 好 所以這個人換這個人出 他出的時候 六不是接五 這跟不可改接龍不一樣 六要接六 好 這個叫做接力當的概念 接力過來 六接六 好 那現在這一頭要接人 要接六 那這一頭要接人 要接什麼 零 好 比如說這個人就接了這個 好 這個人這一頭接了這個 好 這一個人接了這個 可以換頭 可以叫頭 輪到你有就接 如果輪到你沒有呢 蓋牌 蓋某一張 如果輪到你 你也沒有蓋牌 如果輪到你 你也沒有蓋牌 假設 如果有一輪四個人都蓋牌 就表示遊戲怎樣 解釋了為什麼 再輪到你還是蓋牌 什麼時候會出現這樣 有一個人出人 兩頭都是 如果有人出的時候 可能局勢又改變 又改變對不對 有人出完的話 蛤 有人出完 出完 我們把牌出完就結束 不會有人出完 因為他出完 接著他就出完了 接著他也出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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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說有一個人出光 另外一個人還沒有 還有人都還 不會這樣 除非你玩錯 有的小朋友很可愛 他是怎麼玩的 喔 他好急喔 看到這樣輪到他了 他就這一張接 喔 我還有這一張又接 我還有就這一張又接 然後他就出完牌了 別人還沒出完 那個是不對的 不對的 可以嗎 那出完了以後 最後誰是第一名 出你的蓋得越少章的人 越贏 那贏了贏什麼東西 贏點數 比如說現在這個人沒有出牌 這個人沒有蓋牌 對不對 他第一名 然後呢 他得分就是得這些人的加分 這裡要做一個小小計算 這個人貢獻兩分 這個人貢獻多少 十一 對不對 這有貢獻十 所以他的問數就是 十加十一再加二 好 好 那考慮一下 這是第一名嘛對不對 誰是第二名 這個嗎 這個嗎 這個錯 這個 對嗎 誰是第二名 我現在的問題是誰是第二名 這個嗎 舉手 任你這個第二名的舉手 錯 任你這個第二名的舉手 錯 任你這個第二名的舉手 錯 因為沒有第二名 只有第一名 其他都叫做最後一名 可以嗎 好 現在我們玩一下看看 來 好 來 我們現在 來 你小心的拿一下 先每一個人給他一套 來 每一家我們先給一套 下課前我們再送你每一個人一套 因為我今天把材料盡量盡量 每一家就拿一套 然後就把它拆開 這是全新的 好 全新拆開你就玩一下 來這裡有兩個標題 是嗎 就對各一套 然後你就把它拆開 然後玩一下 啊 像這一家這個兩個人怎麼辦 每一個人拿七張 沒關係 每一個人拿七張 然後十四張 是不是抓在手上 另外十四張呢 出一張 補一張 出一張補一張 補到補光以後繼續把它出完 接龍就完成 OK嗎 所以這個遊戲 一般是三個人以上玩 三四人玩 最適當 那如果兩個人玩 就先拿七張 然後出一張補一張 補一張 好 那我們玩一下 這個給你體驗一下就好 玩五分鐘 我們要升高難度 我們要升高難度 沒有 我說這個兩個人玩 三個人就是三九二十七 剩下一張 那如果兩個人玩 你一下子手上拿十四張 沒有啦 你就先拿十張 兩個人就 他拿七張一張一張 然後出一張補一張 補一張補一張 補一張補一張 三個人就九張 另一人九張 另外一張就在旁邊 那下一集 下一集再玩的時候 再包進來就好了 好 我們玩到這裡 會不會玩 好 會就好了 好不好 我們現在要加高難度 來 請看這裡 來 我們現在加高難度 來 請看這裡 來 這時候呢 又要請你打開講義了 好 好 我們打開十六頁 十六頁 好 來 我們來看十六頁 十六頁獎益 這一集呢 身高的難度 就要有一點挑戰了 這個接龍還有更難的 這個叫做終極接龍 終極接龍 難一點點 好 來 現在請看 剛才的遊戲規則要遵守 剛才的遊戲規則是什麼 相同點字才能接 不管顏色 不管顏色 這個骨牌 其實它沒有做成兩個顏色 這個兩個顏色的版本 是我弄的理由之一是 很多小朋友來到這個的時候 第一句話說 啊 麻將 然後呢 我就知道他家爸爸媽媽 一定打麻將 但是呢 講到麻將的小朋友 其實觀察還不夠細膩 因為麻將裡面有幾個頭 對不對 那個呢 它其實是兩頭都一樣的 對吧 會不會有一張嗎 這樣兩頭是這樣 不會啊 那一定是老千嘛 不可能吧 我如果講這樣你都還沒有 表示你是完全沒有打過的嘛 好 那 那 其實 那個中間是有差距的 好 那 後來呢 我們決定把它 我們顏色給大家的顏色 把它切成兩份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是 有一些初心的人呢 很容易看錯 比如說這一張 最容易被看錯的就是 二 二六 二六呢 很多人把它看成一七 但是其實骨牌裡面 基本上沒有所謂一七 沒有嘛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再回到 我們再回到剛才那個遊戲 一樣一開始七張 一二三四五六七 如果我都以四個人舉例 好 七張 來 這一次呢 這一次 這一次呢 剛才的遊戲規則有效 但是升高了一點難度 你要去注意到那個 來 這裡呢 一面玩就可以一面計分 所以等一下這一局可以玩一下 一面玩就一面計分 原始分是送你七十分 七十分 在這裡喔 不是比賽啦 就是這個遊戲裡面 等一下這個遊戲 如果等一下有人玩完一局 我們大概只有十分鐘 好不好 玩完一局 玩一局 你既然呢 分數高達一百三以上 我就先送你一個小禮物 表示你今天運氣呢 跑到不行 好到不行 來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好 還是要有兩頭六的人開始出牌 等一下我講完喔 還沒講 所以現在呢 這一局來講 請問哪一個人開始 看到嗎 兩頭六 所以是不是這個人開始 對不對 好 一樣他可以出這一張 他可以出這一張 如果出這一張呢 他叫做有出牌 對不對 是不是出了一張 叫做有出牌 那如果你借不了的時候 叫做蓋牌 對不對 好出牌呢 會加三分 所以呢 你就是叫做加三 所以你的分數 你的你個人的分數 就變七十三了 對不對 好 那這個人如果 沒有辦法出 第一個人很幸運 他任何一張牌 都可以出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人這三分 最少一定到手 對不對 好他可能得更高分 第一個人 最有機會的 所以運氣還不錯 第二個人呢 如果你出的牌呢 龍頭 我們借一條龍 對不對 龍頭加龍尾 如果是五的倍數 什麼叫做五的倍數 五嘛 十嘛 沒有十五啦 所以很簡單 不要叫人慢慢喊 五啦十啦 還有不要換個零 也是五的倍數 可以嗎 好 所以如果你出啊 龍頭加龍尾呢 是五的倍數 你會加十分 所以等一下每一次輪到你的時候 你有三種可能 有出牌加三 蓋牌扣五 然後呢 如果你出來的牌是五的倍數 加十 所以你每出一張牌有三個可能 了解嗎 如果你運氣好到 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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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加下去 請問你會不會破百 會啊 會啊 好 有沒有運氣那麼好的 一百場 裡面大概有一兩場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 現在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人出這一張 是不是有出牌 加三 能不能出更好的 出這一張 龍頭加龍尾 龍頭加龍尾 零 是不是五的倍數 所以你就是加十 了解嗎 好 現在輪到這一個人 第一個你首先要能接 如果你連接都不能接 這樣才可以接嘛 對不對 連接都不能接 連接都不能接的時候 會扣五喔 對不對 所以他最少可以出這一張 對不對 有沒有出哪一張 可以變五的倍數 現在如果這一張接完以後 龍頭加龍尾 是什麼意思 這一條龍變成了 龍頭加龍尾 龍頭加龍尾 其實很簡單 不是叫你整個加起來 所以連一年級都可以 看他龍頭加龍尾 三加零多少 三 是不是五的倍數 不是 所以加幾 加三 好 那現在下一個人 你覺得出哪一張好 二零喔 出二零可以嗎 這個人沒有二零啊 五零 他出五零可以嗎 目前沒有嘛 目前他最多大概只有出哪一張 比如說這一張 比如說這一張對不對 對嗎 對嗎 好 所以這一張可以對不對 一加零 是不是五的倍數 不是 所以加多少 加三 然後這一個人有沒有機會來 創造五的倍數 哪一張 零五喔 沒有啊 零四的啊 答對了 誰很聰明嘛 來 這一張接在這裡 龍頭加龍尾 五的倍數對不對 所以他加多少 加十嘛 那下一個人有沒有機會 有啊 就是我手上正拿那一張嘛 你 哪這一張嘛 六加四多少 十 是不是五的倍數 對吧 這樣懂了嗎 好 玩一下看看 你可以一邊玩一邊紀錄 對我們一家才一張紀錄子對不對 對 你的每一個人自己記好了 我看看你可以有沒有可以過版 每一個玩的自己記好了 OK 好 我們玩一下看看 我們玩貴就好了 因為這一個東西 我希望你們回家親子去玩 親子去玩 OK 好 來 那 四個人一人紀錄啊 你每一次都加十啊 沒有啊 一開始就給你七十啊 你再加了七個十 要七百次啊 今天就得獎了 來 你 大概不可以 沒有 他只要給你幾個十 七十啊 七十 對 一開始就每一個人的分數有七十 那你 都有三頭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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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出 你三頭六的人一開始不一定要出那一張 出對你最有利那一張 對你一開始有機會拿到十 不是一定喔 因為你的牌這些手會有可以拿到的 如果你一有你就先得到那十分 然後 對 對 對啦 當然啦 當然 因為你出一盤的機會很多啦 但是相對你沒有等過很多 因為你兩個人都剛好 你就會有 就扣分了 對 然後 停來 是看時間過得真快 現在請問這個遊戲會不會玩 會 會吧 我們還有一個要得分的機會 所以這個遊戲我們就玩到這裡好嗎 好齁 你知道怎麼玩 因為我濃縮的時間 因為我們 把握時間啦好不好 那這個遊戲你確定會玩對不對 好 確定會玩嘛齁 回家再玩好不好 好 那現在呢我們來一個挑戰 這個更要你三頭心的 來請看這裡齁 這個遊戲有講齁 以後每一個家族呢 奮戰努力一下齁 你的分數在這裡會拉開差距齁 好 今天假使你家沒有得到六十分也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按照那個順序 每一個家裡 還是會送你一套禮物回家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看到有人睡覺啦齁 所以我就確定每一家都有一個禮物回去 好不好 來現在請看來 好 來 一對 下一個遊戲 這個牌全部攤開 我們要玩一下 有一點難度的遊戲 全家和合作一起想齁 來 現在看這裡齁 老師等一下會出題 舉例齁 來 好 來 Look 看老师这里 老师等一下说六 这是第17页 这个你们回家可以玩很多个 来说六是什么意思 来说六的时候 你家人合作一下 先拿四张牌 排成一个正方形 排成一个正方形 好 这样是不是一个正方形 不是这么简单 这样如果这样叫做幼稚眼大半就会了 对不对 这样来了以后要怎么做 看一下 我出的六对不对 六就是这三个位置加起来等于六 这三个位置加起来等于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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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看我这个运气好不好 不是很好 我这里七对不对 这个叫做称实了 超过六嘛 称实了 所以六刚刚好 这里五二十了 对不对 那我们要怎么办 调整 怎么调呢 比如说这一张我不喜欢它 我把这一张拿走 然后呢 为什么不喜欢它 因为不是我要的答案 好 我如果把这一张换这样 有没有好一点 来六对不对 可是这边又没有对不对 我这边怎么样 这一张可能再换掉 这个有难度 大人会觉得简单 对不对 事实上这里会引含了 国中那个X的问题 来 这里 你现在心里就想 这边加它会 那这里应该多少 奥山 奥山 是它吗 有人说奥山 我们来找奥山 这样好奥山 你这奥山可以吗 六 五六 五六 这边X对不对 那怎么办 谁说四一 很聪明 来 四一 四一找到了 来 有的人四一拿到太热了 就把他这样 然后就紧手 然后大哥哥就扣你分数 为什么 六六六 六六 其实这样就对了 对不对 好注意 我们给你的时间 三分钟 你把握时间 你们创造这个出来的时候 不要休息 不要 得分了 这个得两分 这个得两分 现在这四张不准用 这四张不准用 然后呢 剩下二十四张 再创造一个六 第二个框 假使你做出来了 我现在这个是假的 第二个框 假使你做出来 这个可以得四分 两分 这个框是四分 假使就是六 我现在是假的 对不对 好 我还没喊停 我还没喊停 你又做出一个框 好 这个时候你的假得到五分 就是两分 加四分 加六分 假使我还没喊停 你又做出一个框 反正你做的框 越多越怎样 要好 好 然后你这样得几分 两分 四分 六分 八分 你已经得几分 二十分 对不对 二十分 这样得到吗 好 加十这样还没喊停 你又做出一个六的框 通通要六 我如果出六 就通通六 我出八 就通通八 你要做出一个框 请问这样得几分 好 加四 加六 加八 加十 三十分 这样有没有 好 可以吗 好 现在来出题 来 他们不会出六 他们不会出六 不可能出六 不可能出六 让你偷跑 不可能 来 吃 来 洗干洗干 你做好一两个框 就可以洗干 一两个框 好 我们时间到 好 来 这个游戏呢 你算一下你得几分 一个框举手 一个框两分 两个框 二加四 六分 三个框 三个框 二加四加六 十分 四个框 二加四加六加八 二十分 你自己 自己算分 好 来 现在那个 爸爸妈妈看这里 来 小孩可以看 回家挑战一下 回家挑战一下 是这样的 我刚才出十对不对 这个可以做到五个框 第五个框呢 要有一点运气 好 来 你回家呢 可以去玩 二到十六都可以玩 二是唯一解答 你不要是五个框 不可能 二跟十六都唯一解 好 好 那十九附近呢 解答很多 好 这一个地方呢 回家 大家去试试看 最少八九十都可以到五个框 好 五个框 好 那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好 现在再看一下 我们简单奖密的 十九页 十九页 好 这个我们现场就不玩了 好 好 那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大哥哥帮我上一下油 马上翻讲 好 来 我们把握时间 要留五分钟 现在看这里 那个 慢慢慢慢回去 再给小孩做一下 这个部分更大的挑战 这个是南部的小学科展 全国第三名的作品 做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不错 介绍给大家一下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来 如果你要这样一个框六 六六六六 接着六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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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爬耳梯 来 这是一个 这个解答力 给大家看一下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要 有一点耐心的孩子 可以介绍这个挑战 来看一下 这个才能爬四层楼梯 对不对 好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楼梯 来看一下 六六六六六 对不对 六六六六 有没有 然后六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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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爬到几层 不只 不只 你还有一些 可以再加上去 十层不会 不会那么多 这个 回家可以挑战 我想 十天宝贵 有一些东西 就跟大家交代 这样给大家回去 去挑战一下 好 最后还一点点 直接 我们来 讲 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 是国内 国小 国中高中 拿来做科展 在全国得奖 次数 第二多的 到目前为止 有 大概九件作品 挤进去全国 前三年 跟家座 最大的一件作品 建筑的学生 用这个作品 代表台湾去参加 世界性的数学比赛 它的最原始的东西 就叫做跳棋 有没有玩过跳棋 有 这样的东西 怎么学生可以 从数学的角度 探索到那么深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场不玩 我相信我讲完要会的时候 你回家 大人陪着小孩去玩一下 这个主题 我自己带的两件作品 一件在十几年前 全国第二 然后一件在五六年前 全国第一 好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你让孩子去看到这里面 可以看到很多规律 跟数学的那个规律性 从一个游戏里面 可以去看到 这个游戏 你回家找什么都可以 好 比如说 我们随便找那个跳棋 你们知道跳棋吗 跳棋怎么跳 好 跳棋有两个游戏规则 很简单 第一个叫做走一步 对不对 第二个叫做什么 跳过一个人身上 跳一步嘛 跳一步 好 所以走一步 或是跳一步 对吧 好 然后呢 让两边的棋子互换 那这个游戏有规定 如果你只有一颗棋子 只能到这里 后面不能去 这个最简单 三步就解决了 一二三 对吧 完整认识 了解吗 好 那这两颗棋子 有没有难一点点 有吗 来 一步 两步 三步 四步 五步 六步 七步 八步 换完了 对吧 世界记录 好 再来加工一个 更难对不对 好 世界记录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一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可以吗 这里面都有数学的东西 你回家可以陪孩子玩一下 然后这个会的时候 再加高难度 然后就这样了 对不对 然后会再加高难度 这样子 然后越来越痛苦 对吧 然后最后会的话 全部把它塞满 这边十支 这边十支 你会看到有的孩子 从这里面就开始 看到里面的规律 觉得简单 每天十颗 一百二十步走完 对不对 如果你的孩子这么样 恭喜你 再加高难度 把它移到这里面去 然后就会造成大塞车 这里还一颗 因为我缺了 所以 然后这样 好 这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我们可以做很多游戏 因为没有那个 所以用这一颗代表 好不好 好 这个可以这样走 可以这样跳 对不对 可以这样跳 然后呢 不可以斜跳 不可以斜跳 这个难度比这个难很多 因为从线性 线性到平面 二维空间 进入三维空间 难度高很多 这个东西 你回家可以 陪小孩子玩一下 我们今天 呱啦呱啦的 介绍了四个游戏 对吧 这四个游戏 如果回家有空 希望你 哪一个游戏 孩子有兴趣都好 去把它好好玩一下 OK吗? 好 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一面 要填文件 一面我们来计算分数 你们说你们几分 六十二 刚才有大哥哥放过 看了吗? 可以来 挑一个礼物 你给他掌声来 要挑哪一个 来 我通通在这里 看看你要什么 哪一个 这个 这个 可以啊 有没有这个 那是骨牌 那还有没有等到六十分 没有就五十以上的举手 加主 加主 总分 总分 那个不是蛋糕 检查过了吗? 好 我们一面解论件好了 好不好 把二十斤可以吗? 来 老师您就开始讲一下 看今天 今天小指导 基本同时 我们发下文卷 要请各位朋友 把我们填写 好 可以 来 请祝祖 新四平 今天点写问卷 有 嘿 好 今天点写会面有不同的这个 建议 第一个 我们会在所有点写的问卷里头 挑出一个家庭 我们觉得你最有诚意 不是说你都说好话 不是 你最有诚意 给我们意见 指教 或者把你的心得 分享给我们的 我们可以挑一个家庭 不用抽签 直接进到下一场 家庭的广场 这样了解吗 这是第一个改变的地方 第二个改变的地方 我们开放另外一种 表达你心得的方式 你可以把 借我一下 你可以把这张问卷 翻过来 翻到背面 用画图的方式 来表达你的心得感想 好吗 如果你的年纪比较小 然后你需要彩色笔的话 可以举手 大哥大姐姐 可以把你这里 愈丰富 愈丰富 愈深入 愈能表达你的心情感受 我们也会从 所有画图的小朋友里头 挑一个小朋友 然后我们免对 制作他下一场 加入科学广场的 PIP券 就是直接进场 不用抽签 好吗 所以请他多多给我们一些 这个 新的回馈 一届指教 然后呢 各位小组长 就麻烦你们回报一下 那个 有家庭的分数 然后 老师是超过六十分六小分的 没有 现在就是六十分以上的 没有了嘛 我们现在就往下数 有的就先来 来抓 那 我礼物都放在这边 五十以上的 总分 好 五十以上的 几分 五十几 五十四 有没有更高的 有 五十几 五十七 有没有更高的 好 来 五十七来挑一个 好 来 五十四耶 走过来 现在没有彩色皮 来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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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一个 现在 奖秀都在这边 赶快跳一个 这个也可以 这个 这个是六指菱关 好 那一桌已经跳了 来 54的 来 来 裸 裸 不拍 不拍 那這個筆呢 等一下姐姐會拿給妳 接回座好不好 哥哥 妳要這個是不是 沒有 請聽嗎 順便送妳一個出 好可以 不給我 等一下下個再簽 好來 50以上還不要等 你們幾分 52來挑一個 這是妳們挑的嗎 OK來挑一個 50以上沒等喔 40以上的舉手 好幾分 44 48來48先 然後44排在後面 50你先挑 然後50的後面48 48 48的後面44排在後面 來 請挑啊 這個是有操作 這樣一張 裡面有對操作的東西 對 好對不對 到底妳要哪一個 來 這是可以看的是嗎 沒有 這是操作的 操作的 類似 但是它是用木頭做的 可以嗎 那妳要拿一個 來快點 然後妳們兩個決定什麼 快點 雙胞胎嗎 這個 妳要這個是不是 我自己有一個雙胞胎 已經大學畢業了 不用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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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們要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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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40以上還有沒有人 好可以 40以上還有沒有人 沒有了喔 35以上有沒有人 哪一個家族 35以上 好來請 好 來 30以上 30以上 沒有 38出的 你們幾分 38來 38來 38的跳來 他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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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嗎 欸 還有這裡還 這裡還一個 這裡還一個 這邊這邊 好 跳嗎 這個 好來 跳了 來 再來 30以上還有沒有人 沒有喔 20以上有沒有人 好 那我們先 你幾分 26幾分 21來 26先 幾分 好來 262421來 排隊 好 21也來 可以 可以 來 這個是 四腳板 就比七腳板 更難一點的東西 好 OK 好 好 可以嗎 來 每一家 哪個 就走 也可以挑這個 還有 拼圖 這裡還有一個 這個 31有嗎 31有 你看 還沒有算 來31 你先挑 我先戴一個 我先戴一個 這個 這個知道的話 剛才知道 對嗎 不會問那個 那個 爸爸 這個要 是兩本 它是一個 書加上操作手冊 可以 可以 你要這個可以 這是拼 拼圖 你要這個 好 就帶走 好 可以 這兩個 你看 好 還沒拿到的幾首 來 來 過來拿一份禮物 你來開放所有人都可以來 對對對 還沒拿到的家族 來 交一份禮物 對 都要動腦筋的 每一個家族來一份 來一個人 一個家族拿一份 還要回家去動腦筋 一個家族拿一份 對 好 一個家族來一個人 來 你要什麼 這怎麼用 有啊 這是什麼 這是前第一輪嗎 還是另外一個 第一輪嗎 沒有沒有 就是每一個家族 每一個家族 來一份 對對對 每一個家族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得獎頭就 得獎頭就已經先抓了 來 那你先回去 這是拼圖 回去 你看內容 就知道這個很簡單的遊戲 好 好 這樣差不多了 好 來那個 看這裡 看這裡一下 這不是 來看這裡一下 有一個問題 對不對 有一個問題 就是 15 1到50 能夠做到13歲的 弄到這個新家 你把那個速度拿來 我就會替你檢查 好 這個是 我們留給你一個問題 回家 去挑戰一下 好 好 那個 那個問題難不難 難啊 難啊 我們曾經在現場 有人 現場就做出來 運氣好 他不行 好 老師我們要先問 網路上是不是就可以查到他 嗯 不見得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查 對 好 網路上他如果真的查到我也沒話說 對啊 好像最早送來的就 就給你嘛 OK嗎 好 好 來 那我今天我的活動大概就到這裡 好 那各位在甜甜問卷的同時也麻煩一起把雙手提給我們 我們要特別謝謝我們所有老師 謝謝 好 謝謝大家